下一個位,胡志偉議員,4分鐘 主席,我想問有關那些屍體發現的個案 因為始終都是很多香港市民關注 在這個反送中運動過程裏面的很多屍體發現個案 都是被指為是無可疑的個案 我想了解一下,當警方說這些個案是無可疑的時間 亦表示有進一步的調查工作是會做的 但是屍體又會因為無可疑之下,沒有展開寫寧訊 而屍體也可能是被火化了 在這個背景之下,我想了解一下寧寧訊庭 其實會不會有個案例是可以跟進到的呢? 假設在稍後時間,警方覺得有些新的資訊花出來的時間 要展開寫寧訊 可否講講這個過程呢? 我們在我們律政司裏面的資料,我們不知道具體的案件是怎樣 因為在那個死因聆訊那一段,死因裁判官會作出相關的指示 警方會作出一個調查 調查完之後,死因裁判官會考慮報告之後去做一個決定 死因裁判官會決定進不進行繼續去言訊 那麽律政司我們是有一個權利,可以在適當利害關係的人 或者適當利害關係的人,可以向原眾法庭申請要求進行一句言訊 那麽暫時來說,我們未有… 或者我這樣問,可以嗎?司長 警方很多時候都會說那些死亡發現的個案是無可疑的 無可疑之下,死因寧訊庭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講 就不會展開任何的工作,我這個理解是對不對的? 司長 司長 如果每個屍體發現案件的時期,有一個情況 警方會說我們無需報告,但符合在條例中所述的死亡個案 但這個死因裁判官都會自己再去做一個決定 不如這樣問 譬如陳怡霖案或郵堂景日宿舍有的跳樓案 這些個案 死因聆訊庭有沒有進一步跟進呢 據我的理解 這兩個個案應該在死因法庭那邊 或者我遲些拿清楚資料 才以書面回覆議員的問題 即使警方說是無可疑的個案 寫聆訊庭都會被傳一些記錄 去判斷究竟他會跟進還是不跟進呢 司長 我可不可以書面查一查你有沒有補充 其實這是程序問題 法律專員 政策專員 主席 關於這個情況 其實是否作出一個死因的言訊 是由死因裁判官是根據法例來決定的 那個決定權就不在於警方 警方只是負責調查 謝謝主席 我只想問一下 是否寫聆訊庭會避傳一些 因為根據法例 所有司體發現的個案理論上 寫聆訊庭都應該可以展開這個調查工作 換言之他決定調查或者不調查都好 是不是都應該避傳紀錄的呢 有個判斷為何去做為何不做 是的 專員 主席 有關的紀錄是由警方提交了給寫職裁判官 由死因裁判官根據法例作判斷 我相信法院是會有正式的紀錄的 給麥克風 胡志偉 即是說如果我有書面去跟進這個判斷的話 我應該有答案的 是的 專員 主席 我不太明白 胡議員 意思即是說 所有屍體發現的個案 警方說無可疑 剛才你說的 寫聆訊庭是會根據警方所提交的報告 作出判斷會跟進還是不跟進 我就想問 我如果是書面跟進的話 是不是應該會見到這個報告 這個跟進的紀錄 我想法庭的紀錄是否會公開 就要跟法院的程序來決定 我不需要去個別 我只需要錄一個總體的狀態 或者議員你到時向法院申請就可以了 那就知道法庭要怎麼判 我寫過來問他 我寫過來問他 你寫去問法院還是問誰 我問 當然問這個是司法局 現在問 因為現在這是律政司 你有沒有再補充 專員 有沒有補充 我想那個紀錄是警方交給法院的 所以去了法院 我可以請問 政務長有沒有補充 就這個問題 多謝主席 有關死因裁判法庭就着每一個個案 都是依據着法例和程序 由裁判官 即是死因裁判官作出 他的決定和判決 所以亦都在這裏 希望主席和議員明白 我是不適宜作出任何的評論 主席議員 主席議員四分鐘 麻煩主席 JA023政府答郭榮鏗議員 關於反送中的示威 裏面有的刑事案件 有五百多單 有接近一千二百個人被控 在這一千二百個人 他被帶上法庭的時候 主席是出現了一些 很令人擔心的現象的 有傳媒在三月中做了一個整理 他們發現至少有一百名被告 因傷樓院缺席了首次聆訊 有不少的被告 帶上法庭的時候 有明顯的傷勢 有二十個人 是當庭 是透過律師 投訴給警方 毆打 是拖行 用警棍襲擊 身體有多處的 腫脹瘀傷 有人的門牙 就崩了一半 有人 就暫時 沒有了 聽力 或者 視力 有些人 就要坐輪椅出庭 在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又留意到 法庭 他怎麼看呢 在二月五日 有一庭 審訊 這些示威者 的時候 示威者 這個被告人就向法庭投訴 他在警署裏面 被人套膠袋 從頭打到腳 跟著也被警察去警告 當時的裁判官 就說了一句說話 他就說 我知道來做甚麼呢 我又不是監警會 所以 主席 我想透過你 問司長和司法機構政務長 首先是兩個問題 第一就是 律政司和司法機構 有沒有留意到這一種 當那個 被告是上法庭的時候 在這個示威浪潮裏面的被告 他是多了很多的 是投訴被警員 是用私刑 有沒有一個數字 有沒有留意到這個趨勢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律政司和司法機構 是不是認為 自己可以無視警察 對被告行私刑 都仍然可以繼續 主持公義呢 麻煩主席 司長 我想我們就著 這一個說話 我們可不可以這樣去理解 一個投訴 能不能夠成立 是要看相關的證據 有些投訴 可能是不成立的 所以單看投訴數字 其實是不可以 理解到整件事情 是怎樣 如果有投訴之後 現時在香港的法律制度 包括我們的司法制度 以及 警察 KPO 或者IPCC 都有相關的制度 可以投訴 執法機關 警方那邊的工作 所以我不希望 我們是 單看一個投訴數字 去 決定 或者作出一個 意見 因為這個 不是基於 一些事實上的意見 主席 我想進一步問 司長 當然我們無法單體投訴 但是你們司法機構 律政司 有沒有留意到 這千多人出庭的時候 有幾多人 已經受傷了 有幾多人是無法出庭 有幾多人是投訴 被警察毆打 你們有沒有關注到這個現象 司長 我都在想在這裡強調一點 就是某一個事件 譬如某一個人是受傷 他受傷的原因 不可以單是看了 或者單是用個投訴 我們就去作出一個結論 我們是需要調查 看個證據 和相關的程序 進行了之後 才可以清清楚楚知道 所以這些事 在社會上都有報導 所有人都知道有些 但是結論 就不可以 那麼簡單 去做 政務長有沒有補充 主席 多謝 我只是想補充一句 每一個法庭的個案 都是司法人員和法官 是他們獨立作出審理的 所以基於這個司法獨立的原則 我是不會 亦都不適宜評論 任何個個案的處理 或者法官的處理 多謝主席 許智峰議員四位